今天在北京针对朝鲜半岛的新局势也有一些讨论 我们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接待了韩国总统文在寅 继续来讨论有关南北关系的改善 还有半岛的无核化问题 那么对此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朝鲜首都平壤 与金正恩开展南北第三次会晤 文在寅将在朝鲜停留三天 这是11年以来韩国总统再次造访朝鲜首都 中国外交部积极评价了朝韩领导人这次会晤 发言人耿爽说中方作为半岛近邻乐见南北对话 落实板门殿学研实现半岛的无核化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将继续支持半岛双方改善关系 为早日实现半岛和东北亚的长治久安 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推迟了平壤之行 美朝关系似乎陷入了停顿 金正恩后来致信特朗普希望再次见面 目前金正恩已经接受了普京的访额邀请 那么朝鲜与有关各方频频互动 而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 北京对于朝鲜问题是低调处理 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正恩三次访华会见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至今没有回访 之前盛传习近平有可能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典 也就是上个星期 最终却只派出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栗战书一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